听说百川越一百八十八楼的滋味 可是不好受的呀 你来做什么 我来是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告诉我一件事情 我就放了你 抓也是你 放也是你 你到底一语何为 不是我想抓你 是信芳的那个小子想抓你 你的死活 我根本无所谓 说吧 你到底要什么 我去找你 十年前 金元萌的三王 杀了四国萌的山谷刀 还抢走了他的尸骨 他的尸骨现在在何处 你以前在药魔麾下做事 你应当知道 你怎么知道 我曾经在药魔底下做过事呢 你是谁啊 你不用管我是谁 只管告诉我想要的答案 你耳朵下面有三个洞 当年我为药魔抓人炼毒的时候 那些人的耳朵下面 也有这样的记号 那是中了必查之毒的痕迹 必查之毒 天下无双 无人能解 众者一个月之内 骨节溃烂 疲肉脱落而亡 除非 有很强的内力 把毒逼出来 否则普通人是绝对挨不过一个月 而你现在还站在我面前 除非 你什么呢 一个人 十年 你还没有死 我没有工夫跟你说这句废话了 百川越的人鹰当已经在路上了 你胆子变小了 连承认自己是谁你都不敢 我看出来 你不是没有武功 你是武功尽尸 是李相仪 我猜对了 曾经不可一世的剑神 现在也落到如此田地 当年你为了你师兄 大赏金渊盟 可是你今天 却要苦哈哈地替他收尸 江湖上面都说你李相仪冷酷无情 我看未必 你对你师兄还是挺上心的嘛 可惜我帮不了你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自找死路 今天我就听不懂 杀了你 李莲花 李莲花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希望你来得及时 让你累我 都怪我太厉害了 这还什么都没审问清楚呢 竟然他死了 是啊 谢了啊 李莲花 你不是去拿东西吗 怎么会在这儿啊 走错路了而已 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啊 灵山拜那三位师兄 为了答谢咱们 说要请咱们吃饭 幸亏我来找你 这不 又救了你一命 谢了啊 你不去啊 不了 家里还有狐狸精在等我呢 狐狸精 我来找你啊 我来找你啊 盐调起了 三十 三 三十五盐 老板啊 狐狸精 来 坐好 来 吃饭 原来你就是狐狸精啊 真可爱